4月25号华语流行音乐创作歌手周星哲及周博豪在中环出席七线店的开幕酒会 谈及台湾花莲4月18号发生6.1级大地震一事 不禁勾起周星哲对当时被困在电梯的惊魂回忆 算是我人生最害怕的一次 因为我当时觉得电梯可能会往下掉 因为那个晃真的是很晃 然后我觉得最好笑的是竟然还可以记录下这一刻 因为很少会看到自己地震的时候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竟然可以有录下来我觉得非常有趣 周星哲2019巡回演唱会于5月11号在台北小巨蛋举行 他表示各方面工作都在有序进行中 并期待来宏馆举办跟小巨蛋不一样的演唱会 我觉得在每一个巡演的地点都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惊喜 那目前是以台北5月11号为主 然后香港现在还在乔党旗 但一定会来 周博豪近期为下月拍广告的造型积极健身 瘦了不少 他开心表示 希望到时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自己 也不会建议接拍一些陆基或大胆一点的广告 那个品牌又跟自己的风格很配合 我真的不建议 因为坦白说拍戏什么都拍过了 我没衣服 全身没衣服都拍过了 所以就觉得为自己拍一些好看的照片 然后老的时候 就没看就挺好 飞凡娱乐时时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